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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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顿是指地球上所有由大天单一的远古岩石组成的地区 这些最原始的岩石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稳定地块 它见证了地球的演变历程 比如陆地和海洋的诞生 地球各板块的运动过程等等 可以说地顿就像一个神秘档案保存了地球上的许多秘密 目前在南美洲、北美洲、亚洲、欧洲等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地顿 而加拿大地顿正是北美洲板块最坚硬、最稳定的核心 加拿大地顿的覆盖面积达四百五十万平方千米 由北冰洋延伸至墨西哥 由于它严性十分复杂 岩层中有着大量的矿床 铜、铁、黄金、钻石等等 种类丰富而且储量巨大 为什么加拿大地顿中会蕴含如此丰富的矿藏 它们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中 又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宝贵信息呢 为了解开加拿大地顿的众多谜团 纽芬兰纪念大学和史密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共同组成了一支科考队 出发之前 队员翻阅大量的相关资料 他们发现 曾有研究人员在地顿的岩层中 发现过一种神秘结晶体 当时的研究显示 这种晶体的内部结构非常特殊 能够记录古岩石的年龄 但晶体标本却没能保存下来 资料显示 曾有很多科考队探访过加拿大地顿 他们去寻找这种神秘结晶体 然而加拿大地顿地形复杂多变 去探险的科考队屡屡遭遇险情 至今没有发现那种神秘结晶体 但是经过多个科考队的考察 大家一致认为 地顿中那处晶体 一定位于一个地质结构复杂的区域 甚至有可能在地面以下很深的岩石内部 那么 此次科考之旅 能否找到记录地质变迁 甚至隐藏着地球起源奥秘的珍贵晶体呢 科考队决定 首先从内恩的因纽特部落出发 沿着拉布拉多海岸航行三百海里 最终到达拉马湾的托恩盖特山腹地 由于这片水域没有详细地图 科考队特意邀请了当地一位经验丰富的船长 一场前途未捕的探险之旅 即将展开 尽管科考队员知道这片水域危险重重 但大家内心都充满了希望 他们计划在沿途不同地点收集沿层标本 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 如果能找到合适的样本 就能重现数十亿年前 古老山川的变迁过程 这就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科学考察 科考队第一站 先到达内恩以北 大约一百六十千米的山脉 资料显示 神秘晶体曾在一处岩石中间被发现 因此科考队员们一边攀爬 一边采集山上暴露的岩石 经过几个小时的攀登 科考队发现了一片已经硬化了的沙岩 上面有许多波纹状突出 这意味着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一片海滩 这也再次证实了此地存在古老海洋的推断 这些是波纹 是波纹的痕迹 可以看出这东西是沉积在一片沙滩上的 这片古老的海滩 由更古老的岩石碎片组成 正是这个证据 证实了这里曾经有一座山脉 因为不断受到侵蚀而坍塌 托恩盖克山上堆叠着不同年代的岩层 这表明这里曾经发生过多次造山运动 可他们发生的规模和范围等详细信息 却很难被发现 如果能够找到记录加拿大地盾的晶体标本 对于破解地球复杂的地质变迁 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科考队来到拉布拉多的海岸 这里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荒凉神秘 科考队员在海岸边仔细搜寻 结果找到了一种透明的岩石 它们就像玻璃 但却比玻璃更为坚硬 这会不会是传说中的神秘结晶呢 知道那种岩石看上去像什么吗 这就是拉玛片 这就是拉玛片 没有多少岩石是蜂蜂的 它看上去很像是玻璃 队员们仔细观察后确认 这种类似玻璃的物质 其实是一种坚硬岩石 由于早期人类已发现它们坚硬无比的特性 所以很多捕猎工具都是用这种岩石做成的 这使得这种岩石在今天 有了更多的人文历史价值 本以为这种透明的岩石会是大家苦苦寻找的神秘晶体 但最终结果却不如人意 在地形复杂多变的加拿大地顿上 是否真的存在一种特殊的晶体 它到底是什么呢 又隐藏在哪呢 队员们分析啊 这矿物结晶体会不会是在某种特殊 或者是极端的地理环境下才能够产生呢 科考队想到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哪呢 哈德逊湾附近的山脉 那类地处高纬度 气候严寒 年平均气温只有零下12.6摄氏度 水温非常的低 一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海边是风冻的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 是否会存在神秘晶体呢 刚一到达山脚下 一块褶皱岩石就让科考队惊讶不已 哦 这块岩石可真是受尽了折磨 看这条折痕 你看 吉恩弗兰哥 这儿的这一层来来回回成枝子形岩身 就像褶皱一样 像这种很深的褶皱是不会发生在岩石表面的 出现这种情况的岩石 一定是被加热到了很高的温度 软得像牙膏了 科考队员们了解到 当一个地质板块猛烈撞击另一个地质板块时 岩石受到挤压 就会形成这些条纹状结构 这些露出地表的岩石证实 这里曾是一座山的中心 亿万年前 这里的温度极高 压力极大 岩石被强大到足以形成山体的力量缩挤压 这块岩石告诉了我们熔炉在哪 所以我们的目标不会太有 科考队员找到了熔炉 那里的岩石在地质板块的挤压下变得极其灼热 热量如此之高 以至于这座山底部的岩石都脱水了 这迫使滚烫的液体向上挤入山体内 就像水蒸气从一根燃烧的木头上冒出来一样 科考队员们一下子来了精神 因为火山爆发之后 经常会形成许多矿产 比如金属 玛瑙等等 也许滚烫的液体在喷扭而上的过程中 会恰巧形成某种神秘结晶体 而这也许就是科考队苦苦寻找的目标 队员决定从这座山的底部开始考察 案发是沿着最热的地点的边缘寻找 科考队员们对这座古老山脉的底部区域进行了拉网式搜索 最终在几千米外的地方发现了一条线索 我想我们找到了 我发现了管道的痕迹 我们就在这儿着陆吧 科考队员发现 一些岩石上有火山运动后 熔岩流行成了管道的痕迹 而许多特殊矿产的行程 往往都与火山有关 那么这里会不会找到与神秘结晶体有关的蛛丝马迹 这时 科考队在一条含有白色石鹰的矿脉附近 收集到了一些岩石样本 一名科考队员还发现了铜 根据铜所处的岩层位置 队员们判断 这里的铜一定非常古老 在美国 《自然》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 提到了在加拿大一处地下2400多米深的铜矿和银矿当中 发现了一种水体 根据这些水体的分析 科学家认为这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所研究的最为古老的水体 其历史最长可以达到26亿多年 这矿洞当中的水都有20多亿年 那么加拿大地盾的年龄是不是就更悠久了呢 在接下来的考察当中 科考队又发现了一处黄金矿层 经过估算了这里的金矿价值几十亿美元 这让队员们感到十分的兴奋 亿万年的漫长岁月 已经让加拿大地盾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矿物储藏库 但是 那个让科考队苦苦寻觅的神秘结晶体又在哪呢 科考仍将继续 已有研究资料显示 18亿年前 一颗允星在萨德伯里附近撞击了加拿大地盾 形成了巨大的萨德伯里盆地 一般情况下 允星撞击地表会产生巨大的能量 在高能量和热量的作用下 是否会产生一些特殊结构的晶体呢 科考队员决定 下一步将前往陨石撞击盆地的中心进行考察 就在这下面 这是一种恶殊岩石类型 我们并不是经常能见到这种石头 而且它的面积很大 情形可能是这样的 这颗允星飞过来 撞到了加拿大地盾上 科考队员踏上了 通往加拿大地盾 地表以下600多米的旅程 他们进入了萨德伯里 大镍铜矿的深处 这里每年能够生产几十万吨镍核层 是世界上最大的矿藏之一 那么 科考队能否从这里 找到一些神秘晶体的线索呢 科考队员根据发现矿石 推断出了允星猛灭撞击地球式的情形 当时地表形成了一个大坑 使得下面的地脉升上来 大片浓稠的熔岩填充了这个盆地 巨大的冲击波粉碎了周围的岩石 在它们身上留下了断层和裂缝 含有镍的矿石积聚在熔融岩浆的底部 然后被推挤进盆地的断裂面中 最终被埋在巨大的粉撞岩石群的下面 虽然科考队成功还原了 允星撞击地球的全过程 但遗憾的是 在这个盆地内部 科考队员没有找到任何晶体标本 为什么陨石撞击的地方让队员们格外关注呢 这是因为这巨大陨石撞击地球的时候 地壳表层和深度物质会受到强烈的动力变质 从而导致岩石融融物质重组过程当中 发生城矿作用 或者在陨石撞击后引起地脉沿浆入侵而长化 也就是说这陨石撞击之后 很可能会产生特殊的矿产 随后队员们在整个地盾表面 探测到了至少50个陨石撞击坑 由于许多撞击盆地并没有挖掘 队员们只能建立探测营地进行严新采样 并建立起了地下深处的三维图像 然而这些图像当中并没有发现特殊的晶体 那么接下来他们还将去哪里寻找呢 经过了多日的行进 科考队来到托恩盖特山以北地区 队员将要深入到北极熊的领地 去攀登托恩盖特山脉的最高峰 来自八分湾冰河中的冰山向南飘移 灵星点坠在冰水中 现在科考队员们距离他们的最终目的地 只有50海里了 科考队要到这座山的顶端去寻找样本 因为最高处的岩石往往没有受到相对年轻的火山岩侵蚀 而在其他地方 这些年轻的岩石则侵入到古老的岩石当中 改变了原始的岩石形态 使人无法准确观察期间的地质时钟 科考队是否会在托恩盖特山的最高峰上 如愿找到神秘结晶体呢 想要知道山顶上有什么 要想弄到一两块样本 我们就必须爬上去 然后把样本带回去 在实验室里偷开 看看它都说明了什么 他们在攀登这座山的时候 就如同在穿越地质时间 他们走过的一片片岩石 都记载着这块古老地盾的历史 啊 这儿简直像天堂 快到了 快到山顶了 快到山顶了 天呐 我们到了 太神奇了 哪儿还有鸟 我们几乎要惊呆了 太美了 太美了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我们快点干活吧 从山底到山顶 科考队员不断采集了岩石样本 收集证据 希望从中发现神秘晶体 就在这处美丽的山顶之上 科考队员终于在一块岩石中间 发现了一种极小的结晶体 经过初步判断 这是一种告石样本 其实告石的种类很多 不同的告石会有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红 黄 鹤 绿 或者是无色透明的 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听说过 经过切割后的宝石及告石 很像钻石 实际上这个钻石与告石的 硬度 密度 折光率等 很多方面却完全不同 但是科考队发现了 这个告石可不是一般的宝石 这里的告石稳定性特别好 晶体结构可以轻易地锁住油原子 而且这告石晶体一旦形成 就非常的坚硬 因而可以成为 同位素地质年代学 最重要的定年矿物 不仅如此 这次发现的告石 竟有着层状的像洋葱一样的结构 队员们推断 这告石晶体中 每一层都是在地层深处的造声过程当中 周围的岩石被加热到接近熔点时形成的 这就意味着 这种层状的结构 正是如同地球的年轮一般 记录着许多次的地质变迁 意识到这一点 科考队马上对这些样本进行更加仔细的分析 在纽芬兰纪念大学的实验室里 研究人员即将分析第一批结晶体 解开围绕他们的谜团 第一个答案将是告石的年龄 药本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都已经打磨过了 研究人员发现 在告石的每层结构中 都有微量的油 以一种稳定不变的速度转化为千 而这些千则能说明山脉的年龄 所以我们将回到时间的最初 这一切都基于这些危险的结晶体 正在这里的一块告石上钻孔 激光持续冲击着这块结晶体 告石的年龄 可以通过测量其中 油和千的含量计算出来 内部的这些部分是33亿年 而边缘部分也就是这些部分 年龄实际上是28亿年 通过队这些告石的检测 结合整个科考路线中 发现的岩石样本分析数据 科考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地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5亿年前 我们的星球刚刚形成不久 那个时候地球逐渐开始冷却 形成了无数漂浮的花岗岩块 它们被如海洋般浩瀚的炙热熔炎包围着 不断流动 不断冷却 在接下来的亿万年当中 这些岩石块运动到了地球的表面 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陆地 加拿大地顿的岩层结构 正是由数亿年前的前寒武纪岩石组成 它的最外眼埋藏在年轻的岩石之下 在两块对冲的岩石之间 嵌着古代海底地壳及原始沉积物 它们不断被挤压 继而变后称为山脉 然而随着地质的变迁 这些山脉渐渐坍塌 形成一种复杂的马赛克地形 板块运动造就了今天的加拿大地顿 这种运动已经进行了几十亿年 直到今天仍在持续 而北美洲最早的山脉 是在39亿年前形成的 通过测定一块晶体的不同层的年龄 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些证据 表明在大约五亿年的时间段中 至少发生了两次造山运动 无论地质板块如何运动 加拿大地顿都是最稳定地块的一部分 地质时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北美大陆也是在这里孕育成形 这个地块记录了三十亿年来的地质构造历史 其大部分在十亿年前就已经成形 此后它被分化 被分解 随着冰川飘移 在最后两百万年间 那次著名的气候变化过程中 大冰原形成又消失 将地盾重新造型 并将其切割成大的山谷和大大小小数千个湖泊 不可否认 加拿大地盾是我们星球上一个绝无仅有的地质档案和探测阵地 里面蕴藏着无穷奥秘 等待着人类对它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几经周折 柳芬兰基年大学的研究小组 终于幸运地找到了这块神秘的晶体 古老的告示 也由此解开了加拿大地盾形成的年代和原因 科学界一度认为它的地质过于复杂 永远无法被完全了解 而此次考察的成果 不仅发现了加拿大地盾的诸多奥米 而且对于研究世界各地的地盾意义重大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